哈囉大家好,我是檸檬卷 我是今天要分享音樂史上最有名的音樂家 貝多芬他的第一部兒時的鋼琴作品 但是相較於我之前分享過的莫札特跟蕭邦的話 貝多芬的兒時作品比較沒有那麼萌 因為貝多芬他在做這首作品的時候他已經12歲了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貝多芬的第一部作品長什麼樣子吧 貝多芬的第一首鋼琴作品是創作於1782年的C小調變奏曲 變奏曲一直是很多作曲家他們很喜歡的一種創作方式 就是在樂曲開頭他都會有一個主題 然後將這個主題去做變化 看看作曲家他能夠變奏到什麼程度 只要是還聽得出來是這個主題去延伸的旋律這樣子都可以 那我們一起來聽聽看這首的主題吧 歌曲 justine絲 以後去行記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首的主題是貝多芬依據當代的一位德國作曲家 Ernest Christoph Dressler 他所作的一個進行曲,當作他這個辯奏曲的主題 可惜這首曲子出版的時候,Dressler已經過13年了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這樣子的主題動機給你的話 你會怎麼樣去辯奏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如果我們都先不要去動旋律 然後改變左手伴奏就是一個方式 那如果我們改成簡單的雙音加上單音這樣的方法如何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樣第一個變奏就完成囉! 接下來大家可以再想想看,還可以怎麼樣的變奏? 感覺上這個旋律音好像還可以再變得更密集一點 那我們直接來聽聽看貝多芬是怎麼把旋律變得更複雜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 剛是右手加入了16分音符,我們左手也來試試看變成16分音符 加入一些附近的音,盡量把16分音符填滿看看 - 目前已經是第三個變奏囉,接下來可以怎麼變化呢? 我們可以把右手的16分音符,配上剛剛左手雙音配單音的變奏型 - 目前為止好像都是這種方法來換來換去對不對? 這次我們跳脫框架,不要總是右手是旋律,左手是伴奏 我們可以讓左右手交錯,一來一往 為了讓它聽起來更澎湃一點,我們就讓左右手的16分音符吧! -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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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聲聲弓-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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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contrib 一個變奏應該還不錯吧? 我覺得聽起來還算不錯複雜 下一個改變奏我們就可以改的稍微簡單一點點 這方面我覺得 Küוכkouki 你是否在偵控的台幟 這個變奏應該還不錯吧? 還我覺得聽起來不錯複雜 希望你可以加入一些赞音哦 還有什麼可以玩呢?如果主要的節奏改成三連音試試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來我們旋律的部分也可以再升級 這次我們變成像是和弦的形狀 好,讓我們再想想看最後還可以怎麼變化呢? 讓我們保留一點點旋律,然後把形狀改成像音階的樣子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變奏之前都加入一些些的變奏說明,揣摩看看貝多芬在變奏時可能的想法 當然我不是貝多芬,所以不要泡我 這首曲子能夠出版也要感謝貝多芬的老師 Christian Goddorff Neve 他不僅教貝多芬作曲,而且也幫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首作品 從此展開了貝多芬他的作曲人生 不知道大家聽完12歲的貝多芬他的第一首作品之後覺得怎麼樣呢? 其實你已經可以透過他的這個作品,然後隱隱約約的感受到貝多芬他背後那股熱情澎湃、熱血、浪漫的情懷 那感覺他會成為當代最有名的音樂家呢?其實也是值日可待的事情 然後大家知道今年2020年啊,是貝多芬他的誕辰250年紀念日 那其實原本今年有非常非常多貝多芬的紀念音樂會 但是都因為疫情的關係取消了這樣 那所以我今天就用我的微博之力,然後用探討他的第一部作品的方式來紀念一下貝多芬 以上就是這一部,貝多芬超萌兒時作品 如果你喜歡這部片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喔! 我是檸檬卷,掰掰! 我記得去印封的凡 uniqu ku在一起 是部門後置嗎? 如果lud漫講的去, оно的话可以 define那個 然後不開�鼓idan就這麼滿早! 可以釋放房間 Claire者貝多芬